主席有请部长 部长请 江文元早 我想文化部改组以后 最大的三个大任务 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文化 一个是文创 文创 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在部里面来讲 一般的诗是文化 一般的诗是文创 然后两个局 一个局是文字 一个局是文创 文创 对不对 所以而且在过去来讲 文建会来讲 也是以文化跟文字为主 文创是一个新的东西 新的 从文创法实施以后 文创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可是新的东西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 那从文化部成立到现在 我们的唯形文创 唯形业者 到底占整个文创里面的 百分比大概是多少 在 讲的是 五百万 资本科在五百万以下 那个唯形的 对 占了83% 占了83% 所以台湾来讲 讲文创 大部分都是 唯形文创 是 那我们有没有 落实的办法 去辅导这些唯形的文创 为什么我讲这个话 因为过去 我就在几次的咨询 我都提到过 文化部过去 所关心的 所 补助的 大部分都是 大型的 文创业者 对 已经有知名度的 文创业者 对 可是对于那些 83%的 唯形文创 感觉上 而且我们也听到 很多的业者都在讲 缺少关爱的眼神 对 我们如何能够 针对这83%的 唯形文创 我们多给它关心 让它们能够 有所发展 因为创意是无价的 资本盒是有价格的 创意是无价的 是 非常谢谢 谢谢委员 事实上我们也非常 就您所提到的 就是我们也 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过去 比较是偏重在大的 所以现在我们跟 金管会 那么跟国发会 也在协调 基本上金管会接受 我们说希望说 我们以微型产业的服务 这个金融融资 等等 作为我们的一个重点 那么这个当中 我们也希望 帮他们 就是不要是 一个一个单独的 我们希望就是 透过合成一个平台 那不同的专业 做集结 那在这个专业集结的 你的量越大 那我们的那个 我们融资协助的 这个机会 金额也就相对的大 那么所以在这个方面 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第二个 我们也就是说 希望我们把过去的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 能够 那么变得更为 更为务实 所以我们现在 跟这个几个大学 在合作 比如说我们现在 跟那个四所艺术大学 那么在几个校长 我们都谈 谈过 我们最近还要再来谈 怎么样来把这个实质的预成计划 变成一个 让产业界能够进到里头去 那么给学生 一开始学生接触以后 就知道它的这个市场在什么 那第三个 我们就非常去做一个 媒合的事情 那么把这个各种各种 好的这个业界 跟年轻的业界组合起来 那么基本上 我的个人看法就是 文创它基本上是一个平台 它是一个载体 所以在这里头 必须要把这些东西 把我们所谓的内容 把它放在一起 让大家聚合起来 变成一个整体的力量 那就是像我刚刚报告说 打群体战的方式 部长 我给你很多的时间 我就想听听看看文化部 对于维新文创 到底有没有一套办法 因为你有没有看 2014年最新出版的 文化部的文创年报 对 文创学报是 虽然我看那个报道内容 是上面讲的说 2013年比2014年 2012年有成长 可是我们再往前看一看 到底有没有在成长 对不对 现在委员我对不起 没有错 我们的营业额 内销外销的 对 我们还是内销市场 你现在知道不知道 内销市场大 内销市场 内销市场占百分比多少 内销市场占了百分比高 占了百分比多少你知道吗 百分之六八八十 内销市场2013年 内销市场占了百分之九十一 外销市场只占百分之九 所以九十一的市场是内销 外销只有百分之九 可是我们再回头去看一看 2011年 2011年外销市场是多少 百分之十四 内销市场只有百分之八十六 为什么内销市场从百分之八十六 提升到百分之九十提升到九十一 外销市场从百分之十四 降到百分之十 降到百分之九 为什么 现在我们自己也针对您所提的问题 我们再检讨 就是说事实上在统计的方式上 因为它是把它当成一个制造业 来做统计的时候 那么制造业它其他端没有 可是文创是一个产业链 包括设计 包括它的概念 包括它的包装 包括它的市场等等 那么整个这个是一个产业链 如果从产业链的概念来讲 那我们在世界上的 这个整体来说排名 那么在114个国家里头 排名在第32 那么99万 所以从这个数字上来看 不要说我在排名33% 我在排名第三 可是我们跟自己比 我们 2013年的外销 文创的外销 营业额 比2009年还要低 比2009年还要低 我们2013年的外销 只是2011年的63%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真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大家都只注入内销市场 那我们台湾的内销市场 有多大 2300万人口 整个内销市场就是这么这样子 那外销市场全世界 几十亿人口 我们为什么只着眼在内销市场 而不突破去走外销市场 所以这个就达到 有两个关键的因素想到了 那一个大概就是说 我们因为都是小心小心小心 那么因此它在对向外开拓的能力 就相对的薄弱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平台 集体化的这个方式 群体化的方式来 那么用这样全体的方式走出去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竞争力会相对的会比较高 那另外一个就是从 当然从好的一面来讲 就是国内民众 对文创产品的这个接受度越来越高 但是这个我们不能够把它 只放在这一块里头 那我们应该努力的就是把人才 那么它推上国际舞台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来协助他们 参加国际的精彩国际的露出 这个是我们要一步一步 要不断地努力持续要去做的 说的我昨天看联合报有一个版本 就是文创设计 中间有一个年轻的设计师 我看了他讲的句话 我觉得感触蛮多的 我们眼里面不只是一个国内消费者 我们应该还要有国外的消费者 对 我们今天有没有国外的消费者 我们可以透过网络 全世界都是你的 对 我觉得年轻人会有这种想法 而且这种胸襟眼光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鼓励的 对 我们现在也是希望 所以反过来讲 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我们难道不能透过网络吗 透过网络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 就看到他的设计产品 虽然他是一个微型创业 对 我原理所提的就是通过网络 网络的这个方式 我们现在在抢花 对 这种方式我们有没有去考量到 如果光只是说我们政府去补助 我们政府去安排一个平台 让他们在国际市场能监督 或者是参加一个展览会 说实在我们过去文博会 多少外面来 我们办了那么多场文物博会 我们的外销有增加吗 没有啊 那我们政府派到国外去的 扶持一些厂商 一些微型能力 微型文创业者 有这个能力到世界各地去跑吗 没有啊 所以去的也都是大型的厂商 大型的文创业者 那对于83%的微型文创业者 他们的路在哪里 所以这个部分 是 透过网路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是 我觉得你所提的也正是我们现在 在抢花的 另外还有一个 是 就是文化部跟学校跟教育部 是不是要做一个某种程度 做一个合作的平台 合作 对 尤其对于学生的视野 学校的视野 政府政策的视野 以及学生的视野 如何把它提高 不要只看到眼前 你要看到往后 对 对不对 不要认为我今天赚了 赚了十几万 我就是一个小确幸 现在我们在学校也是 这个视野 它要培养 要耐心培养 长期培养一个品牌 当这个品牌培养出来以后 它市场的开拓就很大很大 对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文化部教育部 应该做某种程度的配合 然后来开拓视野 我们现在这块跟教育部 有一个平台在讨论 在协商 那么希望把这些 跟学校的育成中心这一块 我们能够把它好好的能够做 更落实的更务实的去发展 跟产业方面去结合 让产业能够在育成中心里能够结合 让学生的眼界 还有心胸拉高 那不要只是把它看到 他毕业以后的短暂的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部长 你有没有信心在你任内把外销的金额提高 把整个产业提升 我们现在文创产业在国内的GDP的比重 从2011年的5.52%降到5.2% 降到2013年的5.16% 你有没有办法在你的任内把它提升 把外销金额提升 把占的GDP的比重提升 我把这个作为我的非常 实际上我一直把文创当成一个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目标 我朝这个方面来 部长因为时间的关系 谢谢 你这个怎么做 好 有没有这个方向怎么做 用书面给我 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江委员 谢谢部长 我们登记发言截止 我们现在请陈寗飞委员